这个撒谎又要引起种族憎恨 所以我们已经做个决定要把新冠之脚改名改道成为成平冠之脚 这个谎言的目标的目的的动机是要引起种族憎恨 之前说华人的经济力量是来自非法赌博啊卖营啊 所有的非法的行为 非法的商业的活动 现在又讲说我们要把名字换回成为成平冠之脚 还说这个消息的来源是来自首席部长署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太过分了 故意要不思丹丹在鸡蛋里调不毒 这个是刻意的煽动 要破坏不思丹丹种族和谐 但是兵州政府的神话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开行政议会决定 只是州政府主要的官员保安 针对这个官员 武统没有的救我们知道 但是如果是连尊严也准备点当调 我看真的在继续让武统制作的话 我们没有希望没有前途 所以幸亏武统在兵州不是政府之一 政府成员之一 但是很遗憾的 是这种的领袖在领导我们 如果是需要的话 我们再考虑采取更严厉的行动 对付武统这种的撒谎 这种的种族憎恨的争执 谢谢 感谢 谢谢 感谢 谢谢